各位好,我是晚熊哥 晚熊哥又來隨便聊一聊了啊 這個官方在9月25號昨天的晚上7點正式發布 這個遊戲王ZR世界確定要在9月29號登錄了 那我其實還蠻訝異的,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們來看一下,預先公告以新增全新世界把它點下去 預定更新日期為9月29號 新增為遊戲王ZR世界全新世界 而且有全新的召喚方式超亮召喚 其實在還沒有正式公告以前 我來介紹這一些我都還是會覺得有點怕怕的 因為就怕說到時候官方又給我刷北藍之類的 就像去年出了DSOD 那大家都以為可能去年就要出超亮了 結果還搞一個DSOD世界 然後現在就有人很怕說什麼 那他會不會把劇場版都出一遍啊 什麼次元的黑暗面啊 然後什麼三小的全部都出一遍 那我們今天的重點是想要帶各位看一下官方為了這個活動 所出的一個全新的一個影片 他官方KONAMI自己做的影片 對那在看KONAMI做的影片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他ZR世界為了要慶祝這個活動 他會贈送一些卡 第一個是他會贈送所謂的UR卡 有兩張 叫什麼 刷拉拉 刷拉拉拉將軍 跟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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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術師 對那這兩個效果 我不知道強不強 因為我個人ZR是沒有看的 我是因為要補超量這個坑所以我才有回去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主要就是有馬跟他旁邊那個亮亮的那個人嗎 對他叫什麼阿提斯三小的一個故事啦 對那還會贈送UR票跟SR票 夢幻組合票 所以如果你之前都沒有換的話 你應該就會有三到四張 那你可以等超量 出來你比較穩定知道這個 就是可能哪一些卡比較強的時候你再拿來換都可以 對然後還會有寶石配件 技能票 那寶石的話印象中去年是不是給 是給幾千啊忘記了還蠻多的 對所以大家之前如果已經有純寶石他再給你寶石應該是還蠻夠抽的 另外好像已經有解包解出來這個全新卡核 就是裡面包含超量新卡的卡核的一些資訊 好像是希望黃闊譜 對那如果OK的話我會再研究一下 的話明天看能不能 做一個介紹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先看一下我們的UR SR票 到底目前有幾張 我現在有一堆票都沒換了 來這邊有一個UR跟SR 這個是舉辦KC大型錦標賽送的 所以有送過一次 然後 登錄三週年的也有送過一次 然後之前好像DSOD的也有送過一次 所以如果你之前的都沒有換的話應該已經累積三到四張是沒有問題的 那再加上這一次又要再給一張 對所以大家就可以 想一下要怎麼換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好的建議可以底下做留言 好那我們今天就來進入今天的重點 我們就一起來欣賞 這個 這個官方所做的 這個ZR世界的影片 宣傳影片 主要是以油馬跟那個 星光 為冒險主題故事 來先介紹2016 2015 Dulix 正式上線 那那時候剛出來的時候 什麼真紅眼黑龍啊 黑魔島 那時候真的是還蠻屌的 但是那是剛開始的時候 然後在2017年 GX世界打開 2017年GX世界就開始打開 那就引入油城時代 新生人 然後他就 2018年5DS就直接打開 就開始進入同步斷換的時期 目中 居然 就阮然 證明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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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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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